大家好,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可以隨時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或者可以發電郵過來 身邊的嘉賓仍然是Anno和我們聊天 Anno你好 鄭德你好 剛剛看到行指成分股升幅榜 暫時第一位是港交所 比較小店 升風非常顯著 升6% 升6.7% 達到126.1% 港交所方面可以說沉寂了一段時間 但也看到下午時分 例如吃午餐那段時間 看到一些消息 或者會有海外機構 會借港交所方面 可以直接投資A股 而且說到港交所和上交所方面 在互聯網也有共識等等 也可以承接內地QDII2的買賣交易 怎樣看這些消息呢 其實要等待有關消息 再給多些細節上來看 如果真的落實的話 我想大家一定會充電無限 暫時來說 這個升勢升了6% 大家有什麼關注消息面上 亦有什麼要知道呢 當然 如果這個消息落實的話 港交所來說 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幫助 但是現階段 你見到市場對於這方面的看法 都未必說太正面 雖然說港交所 現階段是恆指中最大的升幅藍籌 但是你說這個幫助 我相信絕對不只會帶動到 港交所的股價 升5%那麼多 因為始終在說現階段 海外的機構要買A股 就相對地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如果它們能夠 像這個消息所說 港交所和始終上海的交易所 達成公式 海外的機構可以用港交所的途徑 去買入A股的話 的確能夠造成一個重大的幫助 對於港交所來說 在這方面的業務前景 絕對有一個可以提高一線 因為始終是相對地比較獨特 但是為什麼正在說升5% 就是在說這個消息 究竟是不是屬實 其實現階段仍然是未知之數 其實這個交易究竟是否真的有機會 其實看回可能性 其實我也覺得只是50%50% 因為你始終在說達成公式 還是達成公式 但是實際上可行上面 始終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現階段人民幣匯兌 那方面是有一個上限的 如果可以用機構去買A股的話 始終在股票市場上 用的資金相對地比較多 但是兌換上有這麼大的限制 這麼大的限制 我覺得他們在買股票上 相對地操作上也會比較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單消息 究竟是不是真的屬實 我相信之後 我覺得港交所應該會有機會澄清 如果是真的話 股價潛在升幅的確是非常之多 不過擔心如果真的 消息只是傳出來 但最後不是已經屬實的話 事實上我覺得現階段的升幅 可能真的有機會升幅 想起當時像港股直通車一樣 那個升勢一定是估計不到 現在正在升5% 即是126.1%上來 其實廣交所大家有沒有什麼部署 始終留意市場來說 近來成交金額都多一些 但是IPO市場 可能不是太受歡迎 你看到像西班銀行方面上市來說 受歡迎程度或是認購額都不是太多 所以就說IPO市場就靜了 但是大家可能就比較鍾情一些藍籌股 因為都看到一些相關資金追控 所以就說現在那個情況 港股的投資氣氛就好像好一些 成交又多了 港交所會否說 因為這個消息繼續可以炒高一點點 當然你說港交所能否受惠這個消息 會否很大程度上會看 究竟在未來 他們會否澄清這個消息 究竟是真還是假 如果是真的 就像之前所說 潛在升幅會非常可觀 但是如果撇除這個消息 不看現階段的港交所 究竟投資價值如何 自己看回的 其實你看回整個2014年 港股的投資氣氛 其實相對比較反覆 根期來說的確有個不錯的升勢 也看到成交金額 有個慢慢改善的勢頭 相信今年2014年 我相信成交金額 的確是會有機會改善的 因為你說無論是歐洲 美國方面 經濟的情況的確慢慢好轉 這些不明朗因素慢慢消除 而內地方面 雖然仍然繼續改革 經濟有個下行的風險在 但是如果你說之後 公佈完一些經濟數據 看到了 真是能夠達成到中央的目標 今年經濟仍然能夠保持著 7.5%的增長 這個不明朗因素消除了的話 我相信資金的入市態度 會大幅改善 始終有個最落後的因素 港股或內地股市現階段的股值 也相對比較落後 如果這些不明朗因素消除的話 港交所絕對有條件看高一線 所以我覺得情況不算太差 就算你看到近期來說 IPO做得差一點 始終看到了 特別講到港股行指上 三月份的表現相對比較差 始終受到更多的利膽因素 但是這些不明朗因素 只要馬上慢慢淡化 或者消化 我覺得後市來說 港股仍然不需要看得太過差 跟我們分析了港交所的技術走勢 先看看情況 今天一支的大陽燭上來 去到126.1元 可能很多投資者 在110多元左右 可能就拿著了 因為見到近期來說 市況波動一點 今天這樣急升上來 是否應該先走了 還是繼續拿著 基於你說到剛才的一些利好因素 我想你現階段 港交所的部署 我想會看回兩點 如果有貨的 不妨可以繼續拿著 但是比較尷尬上面 如果沒有貨的 這些位置去做部署 相對的確是比較難 因為如果你說之前那宗消息 跟上海市場合作上 是否真的能夠跟A股 可以做另一個交易 這方面 如果是真的 股價絕對有條件進一步上升 但是要擔心就是 這個消息仍然是 如果真的不是真的話 擔心股價亦會跌下去 所以你說看回消息 好像之前所說 都是只是5050的可能性 這些位置去搏 就真的不是比較吸引 所以你重回整個技術走勢看 這些位置再去追 我就真的未必太過建議 但是有課的 我覺得可以安心地繼續拿著 因為你看回整個技術走勢 第一經過特別 這個三月尾那段的反彈之後 股價都成功突破了 一條中期的下降軌 也都經過今次的消息之後 股價亦都突破120元 這些比較關鍵的阻力 後市來說 目標暫時來說 短線先看回130元 所以我再看回 究竟消息能否屬實 這是比較關鍵 我覺得如果這個消息真是真的話 港交所要試140元 這些位置 我覺得都不出奇 所以你說如果未有課 不妨看回消息是否真 如果他講的時候是真的話 我都相信那時候才去追 都未必會太遲 因為我相信未來來說 潛在升幅仍然相對比較可觀 明白 謝謝Anno 在港交所方面的詳細分析 剩下的時間和大家看看 內地股市收了市 跟進情況 上陣指數 今日最終升11點收市 失暴2058點 滬深300指數上升17點 失暴2180點 深淨城指星52點 失暴7333點 三大指數全線上升 升幅界匯0.56%至0.81% 不過我看到內地股市方面 觀望的情緒都很濃厚 因為見到成交金額來說 偏少大約是1,600億人民幣左右 似乎大家看完PMR出來之後 雖然說符合市場與其不難 都不是說那麼興奮 因為都繼續衝勁 有些什麼的刺激經濟政策出台 所以內地股市方面 去到這些位置又偶下偶下 暫時的方向性又如何 繼續等政策出台 等到何時 當然的 都一直有說 近期國內地股市做好一點 都是市場衝勁有些政策出台 所以關鍵是何時會有政策出台 這方面自己當然不會很肯定 但是有幾件事值得留意 近期有兩樣政策會衝勁出台 第一是一些大型的刺激經濟政策 這方面的確比較難估 但是在貨幣政策上 會比較留意未來4月份公佈的經濟數據 的確有一個指標性在 第一看通脹數據 始終這幾個月 見到內地的PPI跌幅不斷擴大 現階段面對著 內地其實是有一個通縮的風險在 如果PPI仍然是持續下跌 而CPI的通脹 亦都沒有預期中那麼高的話 沒有了這個通脹壓力之後 內地要放鬆銀金的條件 亦都會大幅加大 這方面意味著 未來貨幣政策上 有機會有個動作在 另外在4月中大約是4月16日的時間 內地會公佈2014年第一季的GDP數據 這個GDP數據究竟 是不是真的會差過市場預期 亦都會是一個關鍵 所以你看看上證指數 我覺得短期來講 仍然可能會在之前的高位 大約2080點這些位置 留下徘徊 但是除非如果見到 真的有些消息面上 能夠刺激到上證指數 突破2080點這些位置 否則的話 暫時來說 我覺得內地股市 是未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在 好 感謝阿奴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幾分鐘後 繼續和大家看看其他股份的表現 有事想問 打電話來 阿奴 我們說一些廣交所方面 你本身是否有關鍵 沒事 有的 感謝你 稍後再談